前面的《法華經》是講到要亡菩薩的前身 修學苦恨 燃身共佛 最後快速的成就 致力力他的功德 而這樣的成就來自於兩個因素 第一個 因為他成就的真實精進 第二個 他成就真實的法供養 就是一個智慧 一個經濟的結合 就整個修行 兩種的法門成就 那麼真法供養當然是理觀的智慧 就是你整個世修沒有理觀的引導 那就空城有落因 如果苦恨沒有智慧引導 那就是無意苦恨 所以由於這兩個因素 佛陀要必須做個總結 就是針對要亡菩薩 他修學苦恨成就的一個功德 做個總結 這總結當然有兩個 第一個 理觀 第二個 世修 就是要亡菩薩的前身能夠快速成就 跟他寫《法華經》成就一心三觀 是有關係的 第二個 他世修在苦恨當中 他快速地突破射身的障礙 這也有關係 因為你所有的障礙都來自於六根 那六根是依靠誰呢 你的六根的劍文秀長覺知依射身而助 所以你突破了對射身的障礙 你就放下六根的攀遠 他這一招是高明的地方 所以這一下佛陀要讚嘆兩個法門 第一個 讚嘆黃華經 理觀的智慧高明 第二個 讚嘆 要亡菩薩本是品這一品的高明來自於 他透過苦恨調伐身見 那麼這兩個功德 這個理觀的功德跟世修的功德 後面會次第的說明 就是前面先講出一個四項 這以下開始說道理了 所以為什麼他能夠這麼快成就呢 第一個我們看探索子經文 因為它說是法華經 那麼說是法華經 先看第一段探法體 第二個是探法右 先看探法體 好 這有十段 我們次第的說明 看第一段 素王花 譬如一切川流江河珠水之中 海為第一 此法華經亦復如是 於朱如來所說經中最為深大 法華經的法體很簡單 就是眾生本據 諸佛所在的一念心性為體 所以你依此一念心性來修習空腳中三觀 那麼這個字體跟一般的世修的字體的差別 就第一個深廣 它能夠深廣包括一切的功德 譬如在一切的山川流水江河當中 大海是最為深廣 它容納百川 此法華經亦如如是 在朱如來所說經中 它的功德是最為深廣的 這是第一個 感電 蘇聖 又如土山黑山 小鐵為山 大鐵為山 及石堡山 眾山之中 虛弥山為第一 此法華經亦復如是 於朱經中最為其上 那麼華華經的一心三觀的思想 這種字體它是最為內容最為豐富 那麼也最為殊胜 比方說土山黑山 小鐵為山大鐵為山 乃至於華言經所謂的石堡山 這個堡山含長的十種的寶物 那麼在眾山當中只有虛弥山 最為殊胜 因為它含長的一切的寶物 其他的山可能涵蓋一個兩個或者十個 只有虛弥山裡面的寶物是涵蓋一切寶物 而且最為高大 所以它高大殊勝 這第二個 我們看第三 又如眾星之中 岳天子最為第一 此法華經亦復如是 以千萬億種諸經法中最為照明 第三個講到照明 就是它的觀照的智慧 能夠照了一切 比方說晚上的時候眾多的星星當中 夜量是最為殊胜的 那此法華經亦復如是 在千萬億種諸經當中最為照明 就是說 星星它某種程度是一閃一閃的 它是生滅的 只有夜量是橫長的相续相 不生滅形 這是最為照明的力量最大 就是因為它不生滅 我們看第四除禍 看經文 又如日天子能除諸暗 此經亦復如是能破一切不善之暗 那麼這個地方講斷貨 那麼比方說太陽能夠破除一切的黑暗 此經亦復如是能夠破除一切心中的煩惱黑暗 因為斷除煩惱 你只要告訴你自己本來就沒有煩惱 這是從根本上的否定煩惱 這煩惱就勢力就薄弱了 這個是除禍 看第五威德 又如諸小王中 轉輪圣往最為第一 此經亦復如是 于眾經中最為其尊 那麼 比方說在諸小王中 轉輪圣往是最殊胜的 因為轉輪圣往頭領是天下 那麼法華經亦復如是 在諸禁中最為其尊 因為法華經它能夠統勝一切的經典 所以它有大威德利 就像轉輪圣往一樣 看地有自在 又如帝氏 于三十三天中望 此經亦復如是諸禁中望 那麼 比方說第四 他統領的整個套利天 作為三十三天的自亡 那麼法華經亦復如是 在諸君中 他能夠消滅一切的 我法二子得大自在 這個法華經的自在 好 我們看第七出身 又如大凡天王 一切眾生之父 此經亦復如是 一切賢盛 學無學 激發菩薩心者之父 比方說大凡天王 那麼大凡天王 他自己認為 他是一切眾生的父親 那麼此經亦復如是 他是一切賢盛 學無學 乃是發菩薩心者根本 就是 你要能夠知道 你的打妄想的心 跟佛朵的心 這根本上是有交集的 就從根本上是不餓的 那麼對你來說 就是很大的價值力 這一切的善根的根本 就是性根 那麼這個就是出身 看第八 人法聖 又如一切凡富人通 虛陀環 斯陀喊 阿那喊 阿羅漢 辟之火 為第一 此經亦復如是 一切如來所說 若菩薩所說 若生文所說 諸經法中最為第一 有能受持是經典者 亦復如是 於一切眾生中 亦為第一 這一段講到仁法殊聖 就是在一切法復當中 比方說諸果 惡果 三果 四果 這些聖文的果位當中 其實辟師父最殊聖 因為辟師父有三個功德 第一個是智慧稿 第二個福德大 第三個慘定神 所以辟師父是利根的聖文人 那麼他彼義什麼呢 此經亦復如是 從法社來說 一切如來所說的法 或者菩薩所說的法 或者聖文所說的法 在諸經法中 法華經最為殊聖 因為他直接了當 直接契入真如佛心 那麼如果是有受持的人 就講到仁聖 一復如是 在一切終身當中 他也最殊聖 他是 以受持法華經 你是最快成就的 最殊聖 看第九 因地聖 一切聖文 辟知佛中 菩薩為第一 此經亦復如是 於一切諸經法中 最為第一 那麼在一切聖文 必至我菩薩當中 那麼菩薩是最第一的 此經亦復如是 在一切諸經當中 他成就了一個最殊聖的因地 因為他直接成就 成佛的總使 看果地聖 如佛為諸法王 此經亦復如是 諸經中亡 那麼果地殊聖 你不學法華經 你不管修什麼法門 你中間一定要有所停頓 比方說你先修仁天誠 好 你在天上要待一段時間 那掉下來以後 可能你弗貌想盡 還得到善惡道裡去一趟 也說我修惡政法 我修空官 那你到了裂盤 你就無學位了 就是說 你坐什麼車子 都必須要達到一個階段以後 就停下來 因為你這個秤 只能夠帶你到仁天 這個空性的車證 帶你到裂盤 因為他到了裂盤 這個車證就沒有力量 只有華華經 你坐上這部車子 他直接的超越仁天 阿羅漢直接把你帶到佛道 所以這個車子是 直接直奔法身而去 所以這個國地殊勝 他不必經過太多的停頓 好 好